嘿,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拼个单 在刚刚到来的2024年 我想对我的频道做一些内容上的调整 之后这个账号更新的内容将以XR资讯为主 每周五晚,我会将本周重要的行业资讯集中分享给你 第七视频说说一周的XR行业大事 是不是很过瘾呢? 那么废话不多说 就让我们来看看2024年第一周XR行业有哪些重要的新闻吧 首先我们来看看大厂Meta的消息 根据Meta的官方文档 Quest已经开始独步移除 可以将VR头显里的画面投屏到智能电视上的Chromecast的功能 官方表示Quest将不完全支持Chromecast 之后如果用户想把头显画面投屏到电视上 可能就需要先把画面投屏到手机或平板上的MetaQuest的应用 然后再用镜像投屏的方式投屏到电视上 听起来真的是很麻烦 我觉得直接开发一个基于智能电视的MetaQuest的应用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办法 而Meta也表示 未来将会根据用户社区的反馈优化投屏功能 所以就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而就在前不久 Meta首席技术官Android Bosworth 在年终回顾和新年展望中表示 Quest平台的MR内容正在取得成功 目前排名前20的应用中 有7款都是MR应用 而且这是在Quest3发售后的三个月内发生的 现在Quest的商店已经拥有数百款MR应用 大多数用户也都尝试过MR功能 不过他提到的MR应用 更缺切的说 其实有不少是包含了MR功能的VR应用 纯MR应用的数量还是比较少的 Android预测 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接触MR 以及更多的开发者 学会熟悉使用这项新技术 MR内容在2024年会呈现加速发展的趋势 当然有一点他没说 那就是苹果Vision Pro的发售 自然也会注定这一趋势的发展 提到Vision Pro 最近著名的XR行业报道人 Brad Lynch在X上发文 声称他在Quest的内核代码里找到了新的线索 比如射击单眼2392×2560像素 LCD显示屏和最高刷新率90赫兹的头显 根据以往的经验新头显在发布之前都会出现相关内核代码线索 这就意味着存在这样一款新的头显设备 它的单眼分辨率比Quest 3高出35% 比Quest Pro高出77% 这一消息引发了用户社区的猜想 到底是不是Quest Pro 2呢 对此我个人的看法是 不管是不是Quest Pro 2 这款产品大概率是对标Vision Pro的 而且回顾过去我们会发现 许多消费电子产品的第一代往往是非常不成熟的 而二代产品往往会在吸取了上代产品的经验教训之后 成为一款表现不俗的畅销产品 比如iPad和iPad 2 Quest和Quest 2 因此如果存在Quest Pro 2 我猜想它大概率会是一款成功的产品 而随着2024年的到来 我们在Quest的商店页面也看到了Meta官方评选的一系列年度最佳游戏和应用 下面我也给各位做一下分享 最流行游戏包括 最佳动作游戏包括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Rogelite设计游戏 Ice of the Temple The Light Bridget Barber 巴布洛夫的Quest的版本 巴布洛夫 Shake Rogue Ascent VR Breachers 最佳睡觉体验也就是最佳多人游戏 包括 X-H Zenis The Last City War War Twins Chuck Arena VR Ghostbusters Rest of the Gold Lore Arcade Legend No More Rainbow Inverse The Male Battles 最佳叙事游戏也就是最佳剧情游戏 包括 不予播出 Not for Broadcast Call of the Sea VR 这个画面感觉相当好 我回头想玩一下 Dark Sword Battle Eternity 我希望你去死 I Expect You To Die Stream The Seventh Guest VR 第七访客是一个不错的解谜游戏 Another Fisherman's Tale 这是渔夫的传说的续集 Master Maker Vampire The Masquerade Justice 最具创新游戏包括 Atlander's VR Edition Altern Hand Share and Stuff Samba的Mego Virtual Party 这是石家座的一个非常好玩的英语 VR One Another Facement Child Ghost Signal A Stellarist Game Susie Band 最佳快三游戏包括 Mother Gunship Forge Drop Den The Cabin Red Matter 2 红色物质2 Guardians Frontline BAM 这是一款非常不错的M2游戏 Felbrist Resist 最佳运动应用包括 People Ball 1 Histream Crazy Kung Fu Power Beast VR Clean Ship Simbricks Tennis Esports 最具创新应用包括 Nano 这是一款科普应用 Giano Version VR钢琴应用 Pillow 这是一款能够改善睡眠的应用 非常有意思 Out of Scale Acoustic Sext Adventure 同样也是科普应用 Nantown Language Learning 这是一个学外语的应用 Programmer VR 这是一个VR编程应用 Ware Milling VR Painting 绘画应用 Painting VR绘画应用 年度最佳游戏 不出意外的就是 刺客信条Nexus VR 年度最佳应用 就是前面提到的科普应用 Nano 相对于Meta 本周有关苹果的动摸消息 只有一个 那就是传闻 请注意是传闻 供应链获悉的消息称 Vision Pro预计将于 1月27日在美国发售 对此我的看法就一个 该来的总要会来 让子弹飞一会儿吧 下面是Valve和Steam的消息 与Quest的商店相对应 2023年Steam大奖 最近也公布了获奖名单 其中年度最佳VR游戏 由多人恐怖冒险游戏 Labyrinth Sight获得 虽然这款游戏确实也挺火的 但它其实是一款PC和VR多端的游戏 最佳VR游戏 难道不应该给纯VR游戏吗 就像我在PC PS5 手机iPad上都可以玩到原神 那我就可以说它是一款PC游戏吗 所以对于这个奖项 我个人是不太服的 然后当我看到这个奖项的入围作品 还包括 Borilla Tech F123 Ghosts of the Timber I Expect You To Die 3 我更是感觉离了大途 平时喜欢玩PCVR游戏的朋友 可以在评论区说说你自己的看法 你们觉得这个评选靠谱吗 下面是几个与数据相关的消息 WOW最近公布了2023年12月 Steam硬件和软件调查数据 在VR设备中Quest 2跌了2.58% 现在份额是37.87% Quest 3则涨了2.25% 现在的份额是7.74% 在全部的头显排名中已经进入前四 而就在圣诞节期间 MetaQuest的应用再次登顶 苹果App Store 美国地区免费应用榜 这表明有大量新用户 在圣诞节期间购买并激活了Quest 2或Quest 3 根据亚马逊的数据 Quest 2和Quest 3的销量比是3比1 之后Meta又宣布 在圣诞节期间促销的Quest 2将永久性降价 也就是128GB版本的Quest 2 售价降为250美元 256GB版本的Quest 2的售价降为300美元 相信这波降价对于刺激消费市场有着明显的作用 不过当我们把这些数据放在一起来看 就会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 为什么Quest 2的销量大增 但它在Steam上的份额却下降了 而Quest 3卖的没有Quest 2好 但在Steam上的份额却增加了 对此我的分析就是 一方面一些原有的Quest 2用户进行了升级换代 他们用Quest 3替代了手中的Quest 2 去串流玩PCVR游戏 此消彼长之下 这部分Quest 2的份额就变成了Quest 3的份额 而新增Quest 3用户则更多是VR老玩家 或者希望一步到位的高端消费群体 另一个来自知名市场调研机构 奥姆迪尔的数据表 2023年VR头显销量下降24% 从2022年的1010万台暴跌至770万台 他们预计这个数字在2024年及2025年将继续下降13% 直到2026年才开始出现反弹 奥姆迪尔表示 一系列因素导致了VR头显在2023年的惨淡表现 疫情和美元通胀的压力直接影响了消费者的支出 而三款代表性的头显 也就是Quest 3 PSVR2和PQ4的表现不佳 则进一步加剧了2023年VR消费市场的低迷 具体来说Quest 3卖的太贵了 PSVR2卖的也很贵 同时缺乏优秀的独占大作 PQ4本来表现不错 但母公司字节跳动下调了预期 收缩了VR业务 最后根据奥姆迪尔的预测 2023年VR内容消费将从2022年的9.34亿美元下降至8.44亿美元 并预计从2024年开始逐步复苏 并在2028年增长到23亿美元 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苹果Vision Pro的推动 它将为市场注入新的强劲动力 当然以上内容都是奥姆迪尔的观点 并不代表我个人的看法 不同意的观众请不要喷我 下面是一个和VRMODE有关的消息 之前曾为生化危机系列游戏开发过VRMODE的第三方开发者 Preder发布了一个名为优异VR的通用虚幻引擎VRMODE工具软件 简单来说它会让我们用VR头显游玩几乎所有基于虚幻4和虚幻5开发的游戏 据说这个MODE工具具有开箱即用 前端GUI界面支持OpenVR和OpenXR最高兼容6自由度传感器等特点 最早一批在VR环境下流畅运行的游戏包括原子之心 High on Life 死亡回归 机械战警等等 Predag强调第三人称游戏同样适用VR环境 说到这里我个人对于平面游戏的VRMODE还是持一个保守态度 因为我比较担心平面游戏的画面包括交互 会不会在VRMODE之后带给玩家一些不好的体验 当然喜欢研究新技术和玩MODE的小伙伴 大可以尝试一下 没准咱们就能发现一个新大陆 再来一个和AR游戏相关的新闻 Niantic推出的AR动作手游怪物猎人Now 发布不到三个月在苹果App Store和Google Play的总收入就超过了1亿美元 这款游戏上线第一个月的收入就达到了3144万美元 在上线35天之内下载量就达到了1000万次 跟我猜想的一样 游戏最大的用户群就是日本本土的怪列玩家 游戏收入的70%来自日本市场 下载量占比达到35% 目前这款游戏正在向着最成功AR手游的目标进发 Niantic计划每三个月进行一次大更新 作为一个从怪物猎人世界入坑的怪列玩家 我就祝他越来越好吧 就在本周的工作日即将结束的时候 XR行业真正的大佬高通发了一个重磅消息 直接给本周的行业大事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这就是高通第二代骁龙XR加处理器的发布 作为单芯片架构 XR加GIN2能够以每秒90帧单眼4.3K的分辨率进行空间计算渲染 熟悉XR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Quest Pro采用的就是第一代XR加 也就是XR加GIN1处理器 而此次推出的XR加GIN2 再加上前面提到的FREAD LINCH的爆料 让我联想到可能真的存在Quest Pro 2 而且这款新品肯定采用的就是XR加GIN2处理器 在性能上相对于Quest 3的XRGIN2 XR加GIN2在GPU频率上提升15% 在CPU频率上提升20% 搭载这款处理器的头显能够支持12路或更多病情摄像头 并提供强大的本地AI能力 所以一看就是对标苹果Vision Pro的 所以朋友们 卷才是更高的生产利益 让厂商们卷起来吧 此外这次高通还和哥尔一起 推出了全新的MRVR头显参考设计 并集成了Tobi的演动追踪技术 高通还暗示了XR加GIN2 将搭载在三星即将推出的基于安卓系统的一款头显商 HTC未公布的一款头显商 玩出梦想科技 也就是原来的YVR未来会发布的一款头显商 还有一家不方便透露名字的公司的第五代头显商 这肯定就是P控吧 现在局势一下子就变得明朗起来 所有的一线头显厂商都会基于XR加GIN2处理器 推出Vision Pro的竞品 在CPU这个最难解决的问题解决了之后 剩下的事情就没有那么困难 所以现在我大胆说个暴论 2024年就是MR元年 最后的最后分享几条国内外的XR行业投融资信息 其实这些信息与普通消费者和VR爱好者的关系都不大 但通过了解什么类型的公司 以及具体哪些公司 在现阶段能够继续被资本青睐 我们还是可以推荐到一些XR行业发展的端倪 下面是具体的投融资信息 美国光学元件研发商Mirius Optics 获得由Asia Optical领头的300万美元总泽轮投资 国内的硅机显热器芯片厂商 南京云光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云光科技 完成Pre-A轮私募股权融资 以MicroLED加Bird Bass方案为主的XR光学解决方案厂商 宁波胡逸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简称胡逸光电 完成由永商发展通商基金投资的A加轮融资 AR全息光波岛厂商 米卡光学现金有限公司 简称米卡光学 完成Pre-A加轮融资 这四家公司都是从事显示与光学技术研发的业务 由此可见MR赛道正在逐步的装大之中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第一次做一周新闻评论类的视频 还有很多需要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希望各位观众老爷多提意见和建议 视频制作不易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投币和一键三连 想了解更多XR行业信息 就请关注我 让我们共同进步 一起成长 我是Pink丹 咱们下期再见